综合媒体12月15日报道,经历从国庆党撤党的一波13折,芳华确定于贺岁党重新上映之后,引发的关注度确实比之前更高。 冯小刚这次瞄准了那些年芳华已逝的中年大树们,对于已经经历过火热青春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大打情怀牌,赚足他们的眼泪。 数据显示,点映了两天,芳华每日排片约在3%左右,大部分放映厅爆慢,平均上座率高达40%,9%,厂均人刺53人,该片上周六票房达1621万元,一元人民币约合铃,151美元,夺得当天排行第三名。 在口碑方面,芳华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年龄风向,该片在网络综合评分方面,猫眼电影评分为9,2分逃票票评分为9,2分微博电影评分为9,1分一向挑剔的豆瓣 但电影评分影片点映之后,随着打分的人数增加,得分一路提升从点映前的7,6分深至点映后的7,8分数据显示,这其中35岁以上观众给影片打出的分数最多。 对此,冯小刚发微博感谢观众对芳华的好评,称希望热血的芳华带来一个有情有义的暖冬。 夜内人士这次对芳华的评价普遍不错,影评人陶陶陶陶电影说,冯小刚这次应该是走心了,第一次能在他的电影里找到更真实的。 感情共鸣,故事可看性不错,从青春芳华到残酷战争带到一切的幻念,颇有些伤感,美术,服装,摄影,配乐都非常出色,也成为主要加分项,片子拍得非常漂亮。 不少夜内人士对芳华的评价也可为正面,认为这是冯小刚记集结号之后又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影评人22导主认为,影片前半段对错乱年代的错乱爱情与命运的表现较好,流风下放后节奏错乱,太多突兀和冗长的倾斜毫无必要,还好最后云了回来。 就像每个导演有武侠梦一样,冯小刚一定会拍这样一部寄托情怀的作品,爱他的人一定会很喜欢厌恶,他的人必定觉得脚柔造作,所以口碑反倒不重要。 据报道,在正式公英之前的12月6日,芳华曾在北京举办首映里,葛优、徐帆、范英斌、范伟、张义等影视圈名人到场。 葛优看完电影表示非常好,他感叹,电影中拍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缘之原味的青春。 范冰冰表示,今天作为家里人来看这部电影,眼泪一直在流,谢谢导演把一部这夭优秀的作品带给我们。 范伟则感慨电影如导演,其人情意浓浓,不同年龄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动。 冯小刚的夫人徐帆表示,每次冯小刚拍新电影的时候我都很紧张,每次电影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都很感动。 以描绘小人物和喜剧起家的冯小刚这几年向着严肃题材的方向不断转变,而在这条转变之路上对题材的挑战和对自我的忠诚则一直保持不变。 集结号中的战争,1942中的大饥荒,唐山大地震中的灾难,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众生现行记,道芳华中不能被遗忘的战争和青春,主题上完成了又一次升华。 曾在部队文工团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冯小刚,对于文工团的记忆一直念念不忘,他与同样有着文工团经历的严格灵不谋而合,共同创作了芳华,并用众多细节执救了一代人如梦的青春,他将自己经历与情感拿出来。 与观众交流,无论结果如何,这是他真诚的一次表达。 与观众交流,无论结果,无论结果,无论结果。 与观众交流,无论结果。